先来看一下市里亮水上漂从准备一直到完成这个过程的视频 今年10月26日 福建泉州丰泽区的草帮水库 吸引了众多媒体记者和群众的围观 因为南少林武僧市里亮将在这里展示他的轻功绝迹 水上漂 中午12点左右 市里亮指导弟子把纵长118米的三合板出在水面上 在中间的柱卫生中市里亮开始第一次试跑 前面十几米他跑得比较艰难 随后慢慢顺利起来 不过跑了接近100米的距离 市里亮一头扎入了水中 经过十几分钟的休息和按摩后 市里亮再次试跑 可惜的是在离终点约8米的地方 他还是跌入了水中 后来有点歪 再加上体能一顿 到我再有一分钟的体能我就到头了 市里亮经过两次的调整后再次出发 这一次他顺利到达118米的终点 可能看完这段视频呢 有不少观众朋友会觉得很失望 说这叫什么水上漂 在我们想象中水上漂 那就是踩在水面上搜搜搜搜搜搜 100多米过去了 像这个这把三合板铺上 又一个连一个的 这跟旁筒线连环境似的 也如同大幅桥似的 这怎么能叫水上漂呢 还有的朋友甚至想到 《摄调游行传》里有一位大高手 叫铁掌水上漂 求全任 铁掌帮帮助 拖着一个大缸 说这缸里头还都有水 其实就是一程 这么多跑铁笔 然后从水面上过去了 蹭蹭蹭蹭过去了 这令旁边看得很惊奇 最后黄荣的一看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河底也打着木桩 就这么踩着过去了 那当然这不能算水上漂了 有人说这市里亮表演 这河内也没区别 不跟大富桥一样吗 其实咱们别战士话不嫌要想 你要是试试 在那么薄的山河板搁水面上 你踩着能走 甭说是118米 你就踩一米 你试试 恐怕啪 板子一外 哭咚 你就得掉水里 所以说这是经过苦练之下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但是它没有逃脱出自然规律 有的人认为说这轻功波大精深 就打破了人体极限 中国武术神的都不行了 都不受自然规律控制了 你把这东西想象的太神妙了 进入了神仙怪盗的境界 其实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它这个水上漂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势力量绝对不可能把山河板撤了 在水上真那么踩着水 走出这118米 有很多朋友说怎么就没有呢 我听说了 有那水性好的人踩水 在水里蹭蹭蹭往前走 其实那不是踩水 那是啥 严格说就是狗袍 手脚平用的往前袍 你看这好像在上身挺着是什么的 其实就是狗袍的动作 那根本不是什么水上漂 两只脚在下面一直在踩 就像在走路上一直踩 可以往前走 这种是有可能的 整个人踩踩踩 踩到整个水面上来 这个我是不怎么会相信的 就是我们知道人要想啊 在这个地平面上 能够飞起来 或者说身体轻庸无比 你首先要克服的是什么 是地心引力 你像这鸟 它为啥能飞起来呢 它鸟本身比空气重 它也受地心引力影响 因为鸟翅膀产生的生力 比鸟的重量要大 那么同样你这水面 它能所承受的压力 比人体的重量 那要小得多 它不可能承担住人体的重量 所以单纯在水面上 你是不可能飘起来的 那为什么它借助三横板 能飘起来 少林绝学水上飘 究竟有何旋机 轻功踩鸡蛋 轻功踩气球 绝技背后又藏着哪些奥秘 是神乎其神的上层功夫 还是挑战极限的趣味科学 你拿一个鸡蛋你搁手拽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拽去 这就是利用了三横板的面积 它这个面积相对大 比人的脚掌要大不少 那这个三横板落在水面 它有浮力 如果你点着三横板 这个三横板的底面和水面之间 形成一个作用力 水面会反过来 给它一个反作用力 所以一个浮力 一个反作用力 势力量应用的 就是这两样力 你可以注意 仔细你看看 它是怎么调整的 它每个一步踩的 一定是脚尖点到这个板子上 就不能整个脚掌 这避免什么的 就是你要脚掌上去 它压力更大 一个脚尖一点 然后快速小步倒 就是让这个脚尖 在这个木板上停留的时间比较短 这样不至于承受动量压力 啪一压 它下去了 不至于这样 再一个 它每次点的都是三横板中心 那个平衡点 使这个三横板不至于翻开 不至于倾斜 所以它这身里边是有高度的技巧的 就它知道脚尖点 知道小碎步 知道加快速度 知道点到木板的平衡地方了 点到它重心的 所以这是能够完成118米的 这个记录的最最关键因素 就是它没有逃脱科学规律 这都在科学规律范畴之内 可能我用这套科学规律一解释 有的人会失望 那它这也没啥功夫 那可不是 你要真练到它那程度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 其实咱们可以通过施礼亮本人介绍 你了解一下 它是怎么练成这个功夫的 施礼亮今年38岁 早在2005年 他因练成了少林绝学 意志禅而生名远扬 之后他又开始练起了水上飘 关于水上飘这门武功 施礼亮却在一本名为 《少林武术大权》的书中 找到了相关的简单记载 其他更加详细的练习方法 则只字未提 想象像电视那样飞来飞去的 这个是输够的 没有那么神奇的 2006年 施礼亮找来草席铺在水面上 但草席太过柔软 进水之后容易下沉 无法支撑身体重量 后来 施礼亮看到三合板浮在水中 顿时有了灵感 决定借助三合板在水面飘 有了借助武 想练成水上飘也并不容易 一般人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最多你只能跑出去三五步 然后就会沉入水中 这时施礼亮从中意识到 要想练成水上飘 速度是关键 为了提高自己跑步的速度 施礼亮在平常训练中 除了给手脚 绑上纱包和钢条外 身上也会绑上十多斤的纱带 进行长跑拉链 此外 施礼亮还经常在南少林的屋檐上 进行跑步 长时间的训练 让施礼亮 找到了身清如燕的感觉 轻功 他轻 轻在哪里 只是他比平常人 身清如燕 动作临结 这个轻 是由存在 通过反复的联系和总结 施礼亮掌握了水上飘的技巧 速度要快 脚步要小 借助三合板在水上飘时 不能用全脚掌踩在三合板上 而要以脚尖踏板 还要注意平衡 四五米 第二次才慢慢增加十年 就十五年 技术挑战了十五米 十五米二十米 二十二十五米三十米 每年每年挑战 从2009年飘出十五米后 施礼亮每年都在唐石突破极限 二十八 四十五米 五十米 一百米 直到今年十月二十六日 施礼亮再次成功刷新记录 最终飘出一百一十八了 其实像这样的规律 往往都是有一定的科学规律 你再随便给大伙举几个例子 你比方说飞檐走壁 说这个窜房越井 是什么意思 飞檐走壁 说是一顿撑我就上墙了 那不可能 它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墙面一定不是溜直的 即使是直的 上面必然有凸起 哪块砖突起了 哪个地方多出一块来 比方多个木棍什么的 你有借力的地方 如果是溜光啥借力没有 累死它也不可能能上去 所谓这个蹭一跺脚就上去了 它一定是爬墙过程 只不过爬的过程特别快 建立点很迅速 你感觉不到 或者一眨眼就出来了 你看我曾经在武当山 看武当山道士练过这个功法 就是上墙 蹭蹭蹭几步就上去 你看着很快 其实它在上之前都找准在墙上 哪块砖突起 哪块有个竹筒木柄什么的 踩住那 挖住那 撑 再建立往上 所谓的飞烟走壁都是这个过程 绝对不可能像武侠奥说写的 一跺脚腾 一丈两丈就上去了 所以你在你像是穿房越脊 所谓穿房是啥 不是蹭蹭 就把房穿过去了 是这个房子本身 这不有那个领子船子支出来吗 它往起一跳 手 勾住这里的船子 一扒这个啪 身体往上一翻 它有着功夫 蹭 就上了房了 越脊是啥呢 其实就是在房脊上走 因为它那一窄溜味 你正好人走没问题 说怎么不走下边呢 那下边它又瓦 一踩瓦 噼里啪啦碎了 底下人知道了 这叫飞烟走壁 这穿房越脊 就它都有一个建立点 它才能完成这个 那有人说 那这不是那当年少林寿 老祖宗 达摩祖师 来到中国 一围渡江 这是神话传说 不是真的 但即使是神话传说 人家也是有根据的 为啥 一围渡江 它毕竟还踩着鲁尾呢 它还有建立点呢 就像我们说 五孝老说 登平渡水 踩着水面上的荷花 那浮平 它它它过去 多少也有建立点 就无非是比今天 我们看到这个 踩着三合板 飞了118米的势力量呢 它那个建立点要轻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 难度也更大 说有没有人能练到这个地步 咱们不敢否认 但是再怎么练到这个地步 就是中国古人再厉害 它毕竟是有建立点 它没有逃出物理规律的范围 你看没有人说 大漠祖师在水面上 就飘过去了 没有那样的 所以说这些呢 都是有科学规律 有的朋友说 那也不对 我在这个电视上看过 说老梁你 今天我看你这个去主持 我要上春晚了 里边就有那样的睫毛 那俩小姑娘 她身体清得不得了 踩那鸡蛋 踩气球 踩灯泡 蹭蹭上去 上边玩这个都没事 其实这个里边 还是科学规律在发挥做的 你比方说踩气弹 踩气弹什么道理 它应用的压强道理 压强定理 一个用动量定理 什么叫压强定理 你拿一个鸡蛋 你搁手钻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它钻碎 非常困难 为啥 鸡蛋表面光滑 在一个圆形 它受力均匀 它能这面那面都泄泥力 它承受压强的范围 很均衡 给划开来 正常的气球 就是吹起来的气球 承担140斤的重量 都没有问题 你比方说鸡蛋 它如果假如多个鸡蛋 一坨鸡蛋12个的话 那承担几百公斤都没问题 因为它通过表面的这种圆形 把压力化解 但是你得有技巧 我刚才说 这压强定理 还有个动量定理 你注意 凡是表演这种杂技 和所谓这个轻弓 所谓这个了不起的弓 的时候 它全是慢慢往上上 它没有咔 上去就踩它 没有 为啥 一点点上 它这力是缓慢增加 它就不会产生动量 动量的变量很小的时候 瞬间的压强不是那么大的 所以这都有科学道理 其实你看采集蛋采气球 说白了 咱每一个正常人 你通过训练 都有可能达到 当然你要有一定天赋 你看那杂技运动员 往往都是女的 身上小的 身体本身就轻 条件就好 他上去踩 再一个这样的人 也像刚才我们小片里 说到那个视力量一样 他也经过长期的练 腿上绑东西 身上绑东西 跑跑跑 然后一点点减轻 其实它不是使身体变得轻盈 是使自己的肌肉力量 更加方便 更加容易控制自己身体 所以像你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轻弓表演 它都是在科学道理之下 所谓的这个轻弓 我们怎么看 其实它这种功夫 我们得承认 它是经过练出来 它一定是刻骨训练 最终才达到 但是这个刻骨训练 不管怎么弄 最终它都在科学规律的范围之内 咱有的朋友说 一看午校 那午校说神的不得了 其实轻弓是被午校说神话了 咱们比方说 你看午校说里 基本上轻弓有那么几种 咱可以一一给大伙分析 其实还是那句话 技法物高下功力有深险 看你练多长时间 看你下的功夫有多大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如何才能练就绝世神功 又该怎样正式中华武术 本期 本期老两观世界 带您走出神奇虚幻的武侠世界 为您揭秘 水上飘 知识传说 青工绝技水上飘 重现江湖 少林武僧成功飞出一百一十八米 究竟是传说中的神功 重出江湖 还是技巧之中大有门当 球前任的铁掌水上飘 郭靖的上天梯 关于的灵波微步 武侠世界中 他们来为您去无踪 现实世界中 这些飞银走壁的绝世青工 是否有张可寻 本期老两观世界 用科学的原理 为您揭秘 水上飘 它只是传说 你看武侠我说的 基本上青工有那么几种 咱可以一一给大伙分析 第一种是什么呢 什么上天梯踢运纵 咱们看那个神雕侠旅里 江阳大战 那郭靖呢 在这个城墙上 突然间一点城墙 上一丈 再一点上一丈 经文在小说里写呢 说这个平常人就会这工作 也是一上不过其耻 像这一上就一丈多的 这说明郭靖功不深 这个功夫叫上天梯 武当派馆叫梯云纵 其实这个就完全不符合科学道理 除非这墙上呢 有能借力的地方 而且它这一借力蹭起来 它一定瞄准下一个借力点了 往那蹦 这才能形成 如果瞄不准 墙上没有借力的地方 力量借不上 肯定它就掉下来 而且往上一踩一蹦 一丈多 这不可能的 太下来 所以这是完全不符合科学道理 还有二种呢 是跑得快 谁呢 以前同龄记里有个轻易浮王 我一跳 这个轻易浮王 尾一笑呢 在这个斗士之间 来去快如闪电 那可是蹭蹭蹭 你都看不到人影 跑着那个快 那这可不可能 也不可能 真跑那么快 奥运会百米冠军 还用什么 这波尔特 那个谁 你早就得了 咱们比比脚力 好 来 还有第三种呢 是躲蚕敏捷的 你像段玉的灵魂围部 围小宝 神行百变 是你打我打不着 其实这个也不现实 就是你躲得再快 看打你的人速度有多快 因为我要打你的话 你总得看到我打你 你才有反应 所以我是先发 你是后发 那种绝对怎么打 都打不着的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后发能把先发制 在时间他反应上 你就比他慢 如果先发这反应自己快 那你后发的人 一定是躲不了的 这也是违背科学道理的 所以五下二说里头提到的 诸多的这些轻功 那其实都是玄之又玄 它只代表中国古人呢 对这个人体 好 是 为什么 我把他还累了 对这个人来说 我不能不能不能够 所以走 我看能不能够 我看能不能够 那 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